中美在上个星期五完成第13轮贸易谈判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一次的谈判 看起来是十分的满意 隔天他还连发三条推特说 中美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 11月份呢 在智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中美可能就可以坐下来一起 白纸黑字签署最终文件了 不过对这份特朗普口中 敲锣打鼓一直搭载很满意很满意的协议 中西方媒体就评论始终有所保留 因为这份特朗普口中所谓的协议的关键问题和机制 如何去处理完全没有详细的交代 而且重点是现在中美官方各自在形容 这份所谓的初步协议时 用字和态度相差很大 有美国媒体自己做了比较 相较于特朗普的兴奋 其实中国官方是显得相当保守谨慎 美国这边说达成协议了 但是中国有始至终只是说谈判有进展 有进展的意思是比以前好 那中美双方发言人明显不同调之语 昨天又传出了中国方面已经提出要求 要在11月份特朗普和习近平正式签署协议之前 要再举行新一轮的会面谈判 这也让外界不禁质疑说 特朗普口中所说的中美已经达至第一阶段的协议 最终能不能够白纸黑字签下来拍板定案呢 口头上的协议就好像我们昨天的报道提到的 会不会最后关头又变卦破裂呢 这可就没有人说得准了 第十三轮中美贸易谈判结束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迫不及待告诉全世界 中美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了 但这所谓的协议会是特朗普一厢情愿而已吗 特朗普一直大喊 但是中国方面在形容这次的谈判结果 用字潜词非常保守 不提达成协议 只说取得实质性进展 那至于能不能够达成最终协议 中国说中美双方同意再努力 双方在此轮磋商中 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高效建设性的讨论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 也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中美明显不同调 那到底现在初步协议是有达成还是没达成 美国媒体在白宫外拦住了美国财长姆努欣 请他解释一下特朗普口中所说的第一阶段协议 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因为从中国的口风来听 这个所谓的协议好像还没有达成呢 姆努欣和顶投上司特朗普口供一致 坚持强调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 还比喻说就像您已经达成协议要买栋楼 之后呢就需要在买楼合约上继续谈细节一样 那至于中国方面最新提出 要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再见面再谈判 让外界怀疑谈判有可能会有变数 但姆努欣他还是淡定地说 这早在他的意料之内 美国财长姆努欣他对中国提出要求 要再见面谈判 他说他一点都不意外 还说他本来也遇了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11月份在智利会面 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前 两国副首级别的领袖会先针对协议的内容详情 再进行一番细谈 不过呢根据美国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所透露的内情 可就没有姆努欣口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谈判结束才三天之后 中国这么快又提新的要求 要再和美国举行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呢 还要谈一些什么呢 彭博社报道那是因为中国希望 特朗普政府现在就宣布取消即将在12月 对中国3000亿美元货品的关税上调计划 彭博社指出对于习近平来说 在政治上他是不能够去接受一份还存在着惩罚性关税的最终协议 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必定会施加压力 更不会认同他去签署任何不公平的条约 因为中国曾经被列强逼着签署 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黑暗历史 是许多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而中国商务部前高官 现任中国世贸研究会副会长 霍建国也已经出来放话 如果美国想要在11月份 在智力举办的APAC峰会上和中国签字 那就必须同意在12月份的关税上调计划上做出让步 否则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份屈辱协议呀 但是要美国同意完全取消对中国的关税 也是难以想象的 更何况美国财长姆努钦 他昨天已经出来放狠话说 要是中美最终没有办法坐下来正式签署 第一阶段的协议 那么12月份对中国的加税计划铁定会生效 最新的发展也让国际评论担忧了 中美休战还能够持续多久呢 那针对中国提出在签署任何协议之前 还要与美国进行更多谈判的这个发展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就指出 这其实反映出了中美谈判的脆弱性 而英国BBC则认为 中美新一轮的谈判成果 要白纸黑字写在正式的文件中 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换句话也就是说 协议签署的变数其实还很多的 中美目前贸易谈判达成的任何阶段性协议 都可能在随时被撕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